那么我们今天用量子理论里面充满了无量的小明点 一个小明点和另外的小明点 再加上无数的小明点的无缝连接 形成了宇宙明体 虚空的虚空 那么这就像这个在湖里面或海里面的一个水分子 两个水分子 这个无数的水分子的无缝连接形成了海洋 大家看是整个大海 实际上老子说见晓月明 你要知道里面最小的基数基点 地基的基点 这个点就是一个小明点 就是一个小光子 我们用现代语言可以借着 这样去理解这个明体的构成 所以在经中叫如帝王珠 珠珠相应 一个透明的珠子 两个透明的珠子 无数个透明的珠子组成的组成的是一个透明的明体 这就是法界明体 虚空的虚空 这就是道基 从这个道基上面 万法因缘生产生了一 这个道生了一 有了一以后继续动下去 动生阴阳 所以有了阴 有了阳 有了二 那么有了阴阳以后 这个阴阳它的属性就是一旦有阴阳形成以后 阴阳它是有相吸作用的 一个南极和一个北极的磁铁 N跟S 它这个到一个距离 它自动相吸 碰在一块 那这个阴和阳也是这样 一旦分开了以后 在还没有完全裂变的这个时候 它碰 又自动的碰一块 那么这个呢 这个叫真空能量 真空粒子 这个现在的科学家做了科学实验 他们把一切抽了真空 把一切抽了真空以后 那里面没有任何的物质 只有能量 真空能量 所以在这样的真空里面 科学家进行观测 突然有一个明点燃起 燃烧的燃 它自然嘛 自己出来的 没有任何家喻外力的前提下 它自然 自然 为什么它会自己动起来 因为我们的地球在动啊 我们的地球围着太阳在转嘛 所以虽然这个真空里面 什么都没有 它真空自己不动 它真空自己不动 但是地球载着它动 这一动 一晃 它就自己燃出一个明点来 从真空里面 无中生有出来一个明点 一 这个一自动又分成两个明点 那么科学家称为物质和反物质 因为在什么都没有的能量状态下 产生了物质 这个叫什么 职能互换 就是能量转换成物质 物质也将来可以转换成能量 所以当这个明点升起以后 它自己分成两个 叫物质和反物质 这是科学实验啊 这不是老师在说 这是引用的科学家的言语 那么在这个明点 它这个生成两个之后呢 它这个自动相吸的原理 阴阳嘛 一个物质 一个反物质 它相吸以后 碰颜面 就是二 又相合 碰的时候 生出一个东西 生出什么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不是回去原来的明点了 这第三个生出来的 一生二 二生了三 这个三是什么东西 这个三是阴阳碰创 生成的一个点 外面一个场 里面是这个 它颜面的时候 颜面成一个光子 不可见的光子 不可测的光子 那么我们称为暗物质光子 原来是两个明点 是物质的 物质和反物质的 它两个颜面 啪 再生出一个东西 一瞬间 没有了 没有了 颜面了 实际上没有中的有 无中的有 这个无中的有是什么 这个三 我们讲到这个三 就是无中的有 这个三是什么东西 三 它是在一个 它碰创的时候 生成的火花 会形成一个透明的泡 泡 颜面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实际上在 颜面的这个点上 生成了一个透明的泡 这个透明的泡里面 泡的中央 有一个不可见的明点 肉眼不可见 一切不可测 这是什么 这就是 灵 这是古代讲的灵 这就是古灵 原始古灵 我们叫古灵古怪 这是真正的古灵 这个外面包着一个透明的泡 里面有一个心中心 叫不死的明点 但是这个不死的明点 肉眼不可见 一切不可测 这就是 第一个灵 形成的 最初的 阴阳为父母 形成的 原始古灵 原始古灵 这个古灵 我们整个140亿年级 宇宙的古灵 就是从法界体上 他们是说 从一个基点 大爆炸 一个点 大爆炸 形成的我们141年的宇宙 说是 那么 这个141年的宇宙的 形成的基点 也就是 在法界明体中 然后 突然燃起了个一 什么都没有的明体中 燃起了个一 一分成二 二碰撞的时候 啪 形成了一个 透明的一个泡 在透明的泡里 产生了物质 这个就是什么 叫不辞明点 正是因为有这个明点 再继续 分解 形成了我们今天的 140亿年的宇宙里面的 星体 区星系 地球 太阳系 地球 地球生命 和各个星球上的生命 所以大家要从这儿讲 我们这个 141年的 有一个灵 有一个古灵 这个古灵 它包入我们 整个的 140亿年的宇宙 那么我们这些人 这些生活在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的生命 都是灵中间的那一个核 就是在这个泡中央 心中心 中央的那个点 由那个点 它原始先天 携带的 虚空能量 化变成我们今天的 141年的宇宙 化变成 这个141年 宇宙中 所有的生命体 和无生命体 气世界 和有情世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